新闻不过率近在三分钟 你好我是许国荣 欢迎收看三分钟快报 武统部长拉曼达兰向BBC证实 一号官就是那几后 郭俗卿就促进警方必须展开调查 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 而且早在拉曼达兰说 只有傻子才不懂谁是一号官的时候 警方其实就应该采取调查行动 不过针对拉曼达兰的言论 魏佳祥则这么回应 而那几则在部落格说 他虽然纵横政坛四十年累积了不少经验 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在首相的控制范围内 他也是凡人一个 有人性弱点和知识不足 洪山君领袖兼武统大港区部主席 加马前天宣布 每名支持他的区部代表和支部主席 可以获得一千令吉 结果引起人们质疑他的资金由来 但是加马今天解释 这些是他的存款 以及早前有商家和单位 赞助巫统大港到迪拜考察 但是因为大港补选 他们取消了考察团 所以才会分派这笔钱 但是巫统资深领袖莱斯雅丁批评 加马派现的举动让巫统蒙羞 证明巫统是一个玩弄金钱政治的政党 宾州行动党议员父亲 涉嫌收取廉价屋疏通费的案件 父亲林吉祥今天获准严扣七天 而林秀琴本人则在兰卡巴等律师的评论下 到宾州反弹会 以证人的身份协助调查 两个小时后 林秀琴离开了反弹会 但他没有对媒体发言 容浮王储早前声称 拥有一个随身碟USB 里面有大马祖总涉嫌贪污的资料 但是王储并没有交给反弹会 而是交给了清理部部长凯理 凯理拿到USB一个星期后 今天终于把这个USB交给了反弹会 吉隆坡市政厅七月份开始调涨停车费 导致民怨四起 行动党今天更揭露 调涨后的停车费经过四应化后 吉隆坡市政府其实只获得30%的盈利 剩下的70%的停车费 最后都留到了私人公司的口袋 因此行动党质疑 这当中有捧党舞弊的嫌疑 而且这耗资2300万 从加拿大引进的新系统 还问题一箩筐 雪兰的皇宫今天则宣布 苏丹沙拉夫丁迎娶了45岁的国营台电视新闻主播 诺拉西金 两人在8月31号的时候已经共结连礼 现年72岁的苏丹曾经拥有两段婚姻 但是最后离婚告终 现在育有三名孩子 而妻子诺拉西金则曾经和飞机师有过一段婚姻 并育有一对17和14岁的子女 新闻不过滤 尽在三分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三分钟快报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是许国荣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